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练琴一直备受关注的李晨 今日在出席某活动时 右手无名纸上戒指非常的抢眼 更自爆过不久就要把给黄小明和安卓拉卑鄙的份子钱收回来 被已好事将近 9月27日范冰冰通过微博晒自拍照 而她无名纸上的戒指更是激发网友的热议 9月27日范冰冰通过微博晒自拍照 并称 中秋快乐 加油 再过几天就放假了 嗨起来 照片中范冰冰一头波浪长卷发 伸手做OK的手势 而无名纸上的戒指非常的抢眼 再次引发网友讨论话题 虽然并不能辨明是左手还是右手 网友仍留言称 我看到无名纸的戒指了 我只注意到了戒指 间接低调炫耀无名纸的戒指 是再过几天就要有好事了吗